為了貪心 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充戶 就用比喻對他們說 有一個財主 田產豐盛 自己心裡思想說 我的村產沒有地方收藏 怎麼辦呢 又說 不要這麼辦 要把我的倉房拆了 另蓋更大的 在那裡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 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 靈魂啊 你有許多財務積存等做多年的費用 只管安安逸逸能吃喝快樂 神卻對那種說 不知的人 今夜必要你的靈魂 你所預備的 要為誰呢 反為自己積財 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 也是這樣 願神師傅我們 聽祂的話又去寫的人 我們今天要 從長大要為我們珍惜的訊息是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把時間交給你千萬長 我這樣想 和大家祈祢的財務積存等 我再去看下去 我們把我們的天啊 有一個人的財務積存等 一個財組的故事 在還沒有分享之前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有一個日本的官員 他有一天接待一個 從台灣過去的縣議員 他接待一個從台灣過去的縣議員 當接待他的時候 他就帶他的縣議員去他們家 哇 那個縣議員一進去他們家發現 哇 你們家好豪華喔 一大片落地窗 然後呢 全部都是草地 有了好多高爾夫球場 哇 真的是太棒了 那這個縣議員就問這個官員說 你們家怎麼蓋得這麼漂亮 你們一定很有錢 一定很有錢 那這個日本的官員就跟他說 他就帶他到落地窗的時候 他就跟他說 你看到前面那座橋了沒 你看到這座橋了嗎 我告訴你 我只用了10%的機會 就把我家蓋成這樣 也就是說呢 他在蓋這一座橋的時候 他攀了10% 那有一天 過了幾年之後 換這個日本的官員到這個縣議員家 一進去 那個下巴都快掉下來 哇 他們家 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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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日本的官員 當然有問他說 嗯 不錯 那你們家是怎麼蓋成的 那這個 這個縣議員就跟他說 你看到前面那一座橋了嗎 有看到嗎 是前面 有看到前面 有看到這張圖片裡面有一座橋嗎 沒有 沒有 那就對了 為什麼 因為 經費全部都進了我的口袋 當然我們家會更漂亮 今天的弟兄姐妹 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故事 因為 有大灘跟小灘 誰灘的比較多 台灣的縣議員 或許灘的比較多 或許日本的官員灘的比較多 但是 為什麼大家要灘 為什麼大家要灘 我們知道 最好每一樣東西都是我們的 對不對 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最好每一樣東西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所有我都擁有 那當然最好 所有我都擁有那當然最好 聽了很多長輩的說法 台灣以前是一個這麼貪心的民族 不是 台灣以前是一個打平 有情節 實價的民族 是一個願意付出勞力 去耕耘 那就得到收穫 他們是願意去打平均努力的 但是 當然的財富累積到一定的程度 而且 我們的世代隨著一直一直一直不斷的改變 我們的社會狀況越來越差 我們的社會狀況越來越差 你喜歡現在的社會情況嗎 根據調查很多人越來越不喜歡我們現在的社會情況 為什麼 因為我們道德 一天比一天的敗壞 一天比一天的敗壞 之前我看過有一則新聞 他說有一個人到超商去搶劫 讓他搶搶你要再搶 他發現如果他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店員有跟他說歡迎光臨 那他會怎麼樣 他會掃頭 少拿一點 他會看那個店員對他有沒有禮貌 他就少拿一點 但是到最後他被抓的時候他說什麼 都是這個社會造成的 都是這個社會造成的 現在搶劫的人 認為是別人的錯 造成他這樣 認為是別人的錯造成他這樣 喜歡離婚就離婚 家庭的觀念也越來越不好 家庭的觀念也越來越不好 很多人都覺得這跟我沒關係 但是親愛的弟兄姐妹 真的跟我們沒關係嗎 我們每天都跟他連線作業 我們每天都跟這個社會連線作業 這件事情不可能從我們的生命中去除 不可能從我們的生命中去除 羅馬人流行一句話 他說金錢就很像是海水一樣 你會越喝越渴 金錢就很像是海水一樣 你會越喝越渴 所以耶穌在十五節 很慎重的跟隨他的人說一句話 他說我們一起來念 你們不要謹慎自首 連續一切的開心 因為人的生命在乎 主耶穌為了闡述這個真理 他說了一個故事 一個無知才俗的故事 一個無知才俗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裡面 照了人的眼光看起來 這一個才俗是什麼 他是一個好有福氣的人 他是一個好有福氣的人 但是耶穌稱這個人叫什麼 無知的才俗 為什麼他無知 到底為什麼這位才俗無知 因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身分是什麼 因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身分是什麼 剛剛我們讀的經文告訴我們 他的田產豐富 所以他可能不是經常的人 他靠他自己的力量 打拚努力 勤儉持價 讓他買了很多田 讓他買了很多房廠 現在的弟兄姐妹 你有很多田很多房廠嗎 如果有你也不敢告訴我 沒有關係 但是神要告訴你 當你用了這些財產的時候 你一定要成為一個無知的人 你有沒有要成為一個無知的人 首先我們要了解 這個田主他很富有 但是這不是他的錯 這不是他的錯 是他的自知跟滿足與現實 才是他的無知 無知的地方 才是他無知的地方 他以為他自己很了不起 因為他可以去買很多他喜歡的東西 他可以滿足他一切的需要 他可以好好的生活 他覺得他可以好好的享受 他所有的出發點都是什麼 我 他所有的出發點都是我 如果我們今天看經文 從17節開始 從17節開始 在17節他說 自己心裡思想說 這個思想在原文裡面 就是對話 在英文的翻進聖經裡面 你會發現這個思想是對話的意思 他開始對話了 他開始跟誰對話 跟他自己對話 他說 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產 我怎麼辦呢 這個我在中文裡面沒有翻出來 可是在英文聖經裡面是怎麼翻出來 他說我怎麼辦呢 在18節的時候 他說了四次喔 他說了四次 他說我要怎麼辦 我要把我的倉房拆掉 我要盡 盡更大的 再來他說我怎麼樣 我要收藏一切你的良心 再來到第49節的時候 他又說 然後我要對我的靈魂說 靈魂啊 他唯一說到一次你 但是他也是在跟誰說 跟他自己說 他也是在跟他自己說 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個財主的人生革言是什麼 我的就是我的 你的還是我的 我的就是我的 你的還是我的 台灣人有一個比喻 有人這樣比喻台灣人 他說如果呢 在我們的門口有100個機車行車格 美國人可以停幾台 可以停80台 因為美國人有些人會騎他類機車 英國人可以停幾台 英國人很手規矩 所以他們可以停100台 日本人可以停幾台 日本人可以停120台 因為他們到日本騎腳踏車 或者是騎電動車 那台灣人可以停幾台 如果有食物人家可以停幾台 可以停10台 因為大家會把腳踏車放狠的 把機車放狠的 就是不要讓大家聽到他們家門口 現在的弟兄姊妹 我的就是我的 你的還是我的 這就是讓耶穌基督要提醒 那個五字才數 告訴他說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今天上帝給我們有很多的財富 也有很多的恩賜 這都是上帝要給我們的祝福 甚至是要帶給別人的祝福 但是我們要善用神給我們的祝福 我們要清楚我們的身分是什麼 是神的兒女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一切都是祂賞賜給我們的 我們是祂的管家 我們從出生的時候 上帝就給我們很多恩賜 但是在我們臨終的時候 這些東西還是要還給他 這些東西還是要還給他 我們要注重的是我們屬靈的生活 而不是我們屬世的生活 我們要注重的是我們屬靈的生活 有一次有一個殘僑 有一個很有錢的龍夫 有一天一個牧師去探訪他們家 這個龍夫真的很有錢 他就帶牧師說 牧師我帶你去參觀我們的家 帶你去參觀我們的田地 那他們就去了 走出去的時候 他就開始告訴牧師說 牧師 馬路的這一邊是我女兒的 馬路的這一邊 是我將來預備給我的兒子的 那你往後看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最近買起來的 再來要蓋什麼大樓 牧師只問他一句話 問他說 欸 那在天上呢 這個人說 牧師我真的沒有辦法再去顧那麼多 我光是這些我都已經快管不完了 他說我沒有辦法再管那麼多 我沒有再管那麼多 這位龍夫在地上是富有的 但是在他天上是什麼 他是貧窮的 他是貧窮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自我 跟耶穌基督討定十家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自我 慢慢的縮回去 慢慢的縮回去 我們要在我們的生命中 讓誰來上去 讓耶穌基督來上去 你要看見你屬靈的生活 是何等的重要 你屬靈的生命是神何等看重 今天這一個財主 他的自我棒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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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神說不是這樣 你的自我要出去 你要看見這些都是我所藏吃給你的 我所賜給你的 我們每一次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先想到誰 耶穌基督 你要先想到耶穌基督 因為我們的生命是從他而來的 他賜給我們的不是去炫耀我們有多少 我們自己有的話 而是看見我們的生活有沒有榮耀神 我們的生活有沒有榮耀神 再來這位財主 為什麼他被耶穌基督稱為是無知的 因為他忽略了他靈魂的需要 那是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位財主在對話裡面 他是怎麼說的 他說靈魂啊 他也相信靈魂了 但是耶穌說他忽略了靈魂的需要 為什麼 因為他以為有錢 他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有錢就可以滿足他靈魂的需求 有錢就可以讓他的靈魂 每天都獲得很快樂 有錢我就可以去做好多事情 在他的心裡他是這樣想的 但是他的想法是大錯可錯 因為這不能滿足他真正的需要 我們知道用財物去餵養飢渴的靈魂 在這個時代有沒有發生 有 你有沒有用財物去餵養你飢渴的靈魂 有沒有 神要問你說 你有沒有用財物去餵養你飢渴的靈魂 你以為我一直買東西 我就會很快樂 但是神要跟你說不是這樣 你靈魂的需求不是這樣 有一句話叫做人為財王 人為財王 這是這年代最大的寫道 當我們發現所有的金錢 不能滿足於你的孤單的時候 你會過得越來越痛 你會過得越來越痛 有一本書叫做穷的只剩下錢 穷的只剩下錢 這本書為什麼會出名 是因為有人把這本書送給我們的阿滴總統 所以這本書之後會輸 但是在這本書的書一翻開 在他的序論前幾天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裡面提到一個女企業家 這個女企業家很有錢 那有一天他接到他的同學的電話說 我要到美國開會 所以過幾天我會到你們家去住的幾天 時間到了 這位美國的女企業家 開車去機場接他的朋友 一進到他們家 他的朋友一樣走進去 每一間十幾間的房間 每一間都很大的屠宿 再來走出去他們家 有網球場 有游泳池 然後還有種很多的樹木花草 當他停車 他記得當他停車 進去他們家車路的時候 然後他還看過好幾輛的高級跑車 那這個總要有一些對話 這個高中同學就問那個女企業家說 那你的先生呢 這個企業家怎麼回答他 我的先生話語 所以別再講 哇這同學就心裡就 哎呀啊怎麼辦 趕快轉換化妝 那你的女兒呢 女兒在哪裡 女兒都長大了 也不聽我說什麼 他們都出去 這時候這個女企業家 只會哪一句話 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我現在窮的只剩下錢 我現在窮的只剩下錢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馬太福音誓章四節說 人活著不是當靠食物 是靠著神口裡所說出來的話 是靠著神的話語 讓我們得著一個豐盛的生命 我們要提防一件事情 在這裡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我們要提防一件事情 上帝給我們每一個人很多的祝福 但是魔鬼要怎麼樣 叫我們在那件事情上面跌倒 叫我們在那件事情上面跌倒 今天當我們難過的時候 我們跟神渴望很多事情 當祂應援你了 把這些東西給你的時候 祂給你很高的職位 給你一個寶貝 但是你會怎麼做 你或許會在這件事情上 花更多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你想要得到更高的職位 帶一個職位當神 賜給你的時候 你滿足了嗎 你過去更不滿足 你每天努力的加班 你每天努力的照顧孩子 神給你這麼大的祝福的時候 有時候卻要讓你的靈性 不濟反對 因為你想要渴望更多的 但是神說這不是正確的 你要看見神給你的恩典多麼多 當你失敗的時候你才又回頭說 主啊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怎麼沒看見上帝給你這麼多的恩賜 只是你在這個恩賜上面跌倒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往往看清靈性真正的價值跟處 我們要去追求那種物質的享受 來得到滿足 但是神說 生命所要的不是這些 而是 神要給你的是 祂的愛 你要把神的道放在祂的心中 把祂的愛放在心中 馬太福音說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就要加給你 我們每次都要來到神的面前 單單懇求祂 而不是求了一大堆物質的東西 神要的是 你單單祈求祂的愛跟祂的光 再來這個 這個財富為什麼會被稱為無知的呢 因為祂沒有追求那豐盛的生命 因為祂沒有追求那豐盛的生命 這位財主以為祂還可以活很多年 祂以為祂還可以活很多年 但是耶穌基督怎麼說 無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靈魂 你決定要會誰 祂以為祂還可以活很多年 但是祂不料 當天晚上耶穌基督就把祂接走 兩個書一樣告訴我們 明天如何 你們知道嗎 你們還不知道 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 我們的生命是怎麼樣 我們明天是怎麼樣 我們都不知道 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 出現上時就不見 今天我們要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要記得一件事情 財務並不懂 並不等於豐盛的生命 今天我們擁有的錢財 並不等於豐盛的生命 一個豐盛的生命是什麼 一個豐盛的生命是 你可以活得很快樂 你可以過得很有意義 你可以過得很有價值 這個豐盛的生命是沒有辦法用錢才買得到的 就如同我們說 錢不能買到光陰一樣 錢不能買到光陰一樣 真言說 燕鵝王所賜的福 使人不足並不加上憂鬱 並不加上憂鬱 我們要怎麼判斷我們到底憂不憂鬱 你每一天心情好嗎 你每一天睡得安穩嗎 你要睡覺之前你要想起見自己 我明天要幹嘛 我今天怎麼樣 耶和華告訴你說 我所賜給你的富足 力不加上憂鬱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要追求的是從神而來的富足 我們要追求的是從神而來的富足 過去我們都以為 我們一定要很有錢才是真正的福氣 但是事實上不是這樣 我們要追求的是豐盛的生命 我們要追求的是豐盛的生命 幸福是什麼 幸福得得到嗎 幸福是一劍穿心 你要怎麼樣 讓上帝射出來的劍 而且尊重你的心 你的心裡要有上帝的話語 在你的心裡面 你的心你要有上帝的話語在你的裡面 你不能你的心還是你的心 上帝的劍永遠都沒有射進去你的心裡面 你要把上帝的道放在你的心裡面 你要成為榮耀神的人 你要成為祂榮耀神的人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都能享受祂幸福快樂的生命 最後我用一個故事作為結尾 有一個國王 他的臉上一直沒有笑容 但他一直想要追求祂幸福的感覺 有一天他就找了他的心腹來 問他說我要怎麼得到祂幸福的感覺 那心腹就告訴他什麼 你呢去找一個很開心的人 把他的衣服要來穿 你就會得到很開心的感覺 你把他的內衣要來穿 他穿在裡面那件衣服 你把他拿來擺在你的房間 你每天就會得到快樂的感覺 通常依照人的思想 你要去找快樂的人 你第一個會去找誰 很多人都會去找富足的人 因為他的意識一定不缺 所以他的心腹就去找了那些有錢人 有錢的人告訴他什麼 沒有 我們沒有很快樂 我們每天還是過得很快 到最後這個心腹就回去 回去了 但是他在路上 他遇到了一個牧羊人 他遇到了一個牧羊人 這個牧羊人呢 他就很快樂一直唱著歌 這個心腹就去問他說 你快樂嗎 你知道他回答什麼嗎 你看不出來我在笑嗎 回答哪快樂嗎 這個心腹就跟他說 那你那個裡面有沒有一件內衣 可以借我 借我帶你去 他就跟他說 沒有 我沒有 因為我是心裡快樂 不是穿的那件衣服回來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天你真正的快樂 不是從外在而來的 不是從外面的東西而來 真正的快樂是從心裡面表達出來的 真正的快樂是追求那豐盛的生命 追求那豐盛的生命 你的一生裡面 你有沒有渴望神的愛 你的一生裡面 你有沒有渴望神的愛 我們要一起來唱一首歌 一聲愛你 在我們的一生裡面 你追求的是神的愛多 還是你渴望這個世上的無知 多於神的愛 我們要去思想 今天耶穌為什麼稱那個人 是無知的財主 因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身分是什麼 他忽略他靈魂的需要 他忘記去追求那豐盛的生命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一生裡面 我們都能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追求的是神的愛 也不是不知不知的生活 我們一起來唱這一首歌 親愛的 親愛的寶貴耶穌 親愛的寶貴耶穌 你愛我 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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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亲爱的保卫耶稣。 亲爱的保卫耶稣,你爱和的感觉, 我的心深深为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好。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拥有你。 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安静我们自己。 你要去想,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让神掌权多少? 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从今天早上八点到现在吸引点证, 你让神掌权多少在你的心里面。 圣地说,你眼睛里面所看到的是谁? 你是我吗?还是别人?你仰望的是十字架吗? 是我的爱吗?还是你自己? 今天这位无知的财主,他把我放成了无限大。 他完全没有看见,神给他的爱是个人的爱。 他还请神来判断他的事情。 你要去思想,你发了多少能爱。 在神的受众,在他的面前。 我们按今天这集,我们来听一次这首歌。 请爱你,祝福耶稣,祝福耶稣,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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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安定,一生拥有你,一生贡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拥有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敬拜你,一生拥有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敬拜你,一生敬拜你, 我爱你 我要一生仰望你 所有的事情 我要放在我的背后 我要往前的追求的是 神你的公义 神你的爱 神你的话语 要作为我前面的德 我要把自己 献上在你的面前 我们再从头唱一次 作为我们的祷告 亲爱的宝贵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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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了能的感觉 我的心真是美的心 爱的是我的心 你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情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我要 estão Kait 不要一生仰望你 一生冒陷 一生冒险 一生梦 neighbour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与你独装的宝贵耶稣 一生爱你 等ata 分摆你 自己仰望在祢的面前 主啊 求祢怜悯我们 有时候我们就像那一位不知的财主一样 我们想要抓住灵力 我们想要抓住财富 我们想要抓住我们 自己心里所想的那一切 但是我们却失去 从祢那来的平安 喜乐跟主 主当我们引以为傲的时候 求祢提醒我们 求祢让我们属灵的眼光灵亮 让我们的心被祢所触动 开我们的耳 提醒我们 让我们回转向祢 主啊 愿我们的生命彰显祢的荣耀 愿我们的心为彰显祢的荣光 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 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愿意回转到祢的人 主啊 祢就必拥抱祂 主我们再次把这些弟兄姊妹 也要往在神祢的面前 愿祢亲自与他们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圣明 偿 Pocket 公子 祢 主啊 谢谢大家